OdioJungle 东方红一号 它在太空中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仍在轨飞行 其原因究竟何在 天宫一号作为我国第一款目标飞行器 由试验舱和资源舱构成 其总重8.5吨 平均轨道高度为370公里 它是我国空间三步走计划的第二步 它的发射标志着 我国拥有了建立初步空间站的能力 而显然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东方红一号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其在太空中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 为我国以后的航空发展奠定的基础 那么为何直到今天发射更早的东方红一号依旧在轨飞行 而天宫一号就要烧毁坠落 其实很多人都并不了解 卫星在轨飞行和在轨运行的区别 在轨飞行仅仅指的是航天器在预定轨道飞行 它并不代表正在执行地面所给予的指令 而在轨运行不仅代表航天器在轨道飞行 更在执行地面的任务 其实东方红一号的设计的工作寿命只有20天 1970年5月14日停止了发射信号 从此以后 它就仅仅是在轨飞行 地面人员无法控制其轨迹更无法接收其信号 只能通过一定的监测系统 得知其正在轨道飞行 而天宫一号作为空间实验室 其工作了约5年 直到2016年才终止数据服务 而同样是飞行器终止了工作 为何东方红一号不会坠毁 而天宫一号却会坠落地球 其实稍微懂得空间无底的人都知道 当飞行器到达高轨道以后的运行 不需要自身提供推力 地球对它的引力完全提供向心力 因此不用担心燃料用尽的问题 而天宫一号作为轨空间站 距离地面并有大气阻力 因此在没有燃料做动力的条件下 机械能逐渐会转化为热能散尸在宇宙 而天宫一号也终将因为速度越来越低 导致向心力小于地球引力而坠毁地球 作为一款在我国航空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天器 天宫一号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坠毁与否都不会再和地面进行任何的数据交流 因此坠毁只是它寿终正寝的一种方式 不必恶意揣测 正如国际空间站将于2024年坠落一样 那都是禁地轨道航天器的最终命运之 本文有火气营原创 抄袭地球 图片来源于网